好,我们一起来先祷告 Dare Heavenly Father God,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we pray before you Chinawa, 福封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Border, we humble ourselves to receive the word from you, Father God 主,我们谦卑我们自己,希望能够从于得到你的话语 I just ask that your Holy Spirit inspire our hearts and minds 求你的圣灵来启示我们,开启我们的思想 Give us a good foundatio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Lord 让我们能够在认识神的这个上面能够有很扎实的基础 Lead us every word by your Holy Spirit Lead us every word by your Holy Spirit Lead us every word by your Holy Spirit Give us your inspiration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Lead us your inspiration in our hearts and minds Lead us to know you and to follow you 帮助我们能够来认识你,跟随你 So I ask that you please bless our hearts, bless each one of us here Fallor, help them in everything that they do 帮助他们在他们所做的事情上面 And help them to do your will, Lord 帮助我们都能够行出神的旨意 We thank you, Father God 我们感谢,阿爸 We bless your name 我们祝福你的名 In Jesus' name we pray 和耶稣基督的名 Amen So today we're going to read here John chapter 2 It's about a wedding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是约翰福音的第二章 讲到的是一个婚宴 Let's just read it through so we get the big picture first 我们先从头把这个故事先读一遍 大家就有一个概念 这个故事想什么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加南有许亲的宴席 耶稣的母亲在那里 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复兴 酒用尽了 耶稣的门徒对他说 他们没有酒了 耶稣说 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他母亲对佣人说 他告诉你们什么 你们就做什么 照犹太人接近的规矩 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 每口可以成两三桶水 耶稣对佣人说 把缸倒满了水 他们就到满了 直到缸口 耶稣又说 现在可以咬出来 送给管耶稣的 他们就送了去 管耶稣的藏了那水 变着酒 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 只有咬水的用人知道 管耶稣的便叫新郎来 对他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 才摆上次 你当把好酒留到如今 那你知不知道 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 我们熟悉的弟兄姐妹知道 他一开始讲的都是很大的词 太初有道 都是从起初开始讲的 感觉是很大的一个事情 然后到了第二章 讲了耶稣做的一件事情 感觉好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感觉好像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 有一个婚礼 就是有一个婚礼 所以如果我们很恐坏地读 我们就会错过里面很多的信息 但是其实这个故事里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很多的信息带里 而这些里面的这些内容 除非你祷告 然后不断地去默想 去寻求神 他不会出来 所以有一个婚礼 为什么在第二章 就开始讲到这个婚礼 为什么他一开始讲到这个婚礼 耶稣在别的地方 有讲过一个比喻 他说神的国就像一个婚礼 是这样的一样 神有一个主人天父 他要让神的百姓 我们是神的新娘 我们是神的信妙 在等候这个新郎 讲过这样类似的事情 但是在这个婚礼里面 耶稣不是主角 他是一个被邀请的 然后被邀请的还有就是耶稣和他的门徒 他的母亲也在那里 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母亲不仅仅只是一个被邀请的客人 因为在第三节的时候 玛利亚就是母亲她知道就用完了 而且她还会吩咐仆人 他们还听从玛利亚的话 所以可以看出来玛利亚在这个里面 她应该是做的是一个负责这个宴席的人 或者至少是帮这个宴席运行的一个人 她不仅仅只是一个客人 但是耶稣只是一个客人 所以你可以开始思想 You know Jesus Christ is God 耶稣是神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有耶稣在我们的身边当中 他只不过就是一个客人 他不是那个管宴席的 他不是那个负责这个宴席的 他不是那个主 因为他没有去管你的人生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混乱就出现一个问题 酒又完了 你明白吗? 在婚礼上面吃到一半没酒了 是一个非常扫兴的事情 非常大的事情 因为在婚礼上 大家都想喝酒 然后就愉快 因为在那个时候 他们结婚的时候 就是吃酒席的时候 都希望喝得很足够 那个酒都能喝到 可能喝最为之口 然后他们就觉得 你本来是要去管 就是要开这个宴席 要请大家吃饭 结果 他们没有喝酒了 吃到一半没酒了 是一个很尴尬 很糟糕的事情 然后这里是 Mary 告诉耶稣 他们没有喝酒 所以耶稣的母亲 就去找耶稣说 没酒了 当我们有很多问题的时候 我们第一个人 我们第一个反应不见得会去找耶稣 我们可能会去找耶稣 我们可能会去找谁能帮助我 我就去找谁 或者用你的知识 你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样快快地处理掉 Mary goes to Jesus 但是玛丽亚她去找耶稣 为什么她去找耶稣 他为什么要去找耶稣 耶稣有酒吗 耶稣是要带着酒吗 这就是他第一次做耶稣 所以他之前没有做耶稣 没有做耶稣 后面讲说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 就说明耶稣之前从来没有行过任何神迹 如果你要喝酒 他可以去其他人家 然后闹在他们的门 你有什么酒吗 我们可以帮忙什么吗 所以如果你缺酒了 你是不是要去邻居家 或者去找谁家 有酒了 去敲门赶紧去借点酒 或者买点酒过来 但她去找耶稣 但她居然去找耶稣 No And the response of Jesus is much more strange 而且耶稣的回应更加的奇怪 Jesus says to our woman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耶稣回家说 那个不是母亲 原文是妇人 后面写的原文是妇人 就是妇人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Now a normal son does not call their mother woman 因为正常的儿子 不会喊他自己妈妈 妇人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 Okay It would be very very strange to say that 是非常奇怪的一个回答 不是吗 Right If your son say that to you you probably do what hit him or something 那你儿子跟你讲说 妇人 你什么反应 Right You'd be like What What We'd be upset We'd be totally upset 很沮丧 你叫我什么 Now Jesus said this kind of thing in the later on when his mother and his brothers and his brothers come to seek Jesus when he's healing the sick and things like that 在后面 同样发生了很类似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耶稣的母亲 和他的兄弟 想要来去找耶稣 跟耶稣讲话的时候 当时耶稣在那个地方 意志很多人 and we know that his brothers did not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he didn't believe in him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知道耶稣的兄弟 并不相信耶稣是神 是利塞亚 and them coming to him 所以他们来到去找耶稣 was maybe try to tell Jesus Hey what are you doing man you know kind of 恥自他 所以他们来找耶稣的目的 可能是想要斥责他 或者是想要拦着他 不要去做这样 and somebody said Hey your brothers and your mother the mother is looking for you 所以聚会的过程当中 就有人跟耶稣说 耶稣你的妈妈和你的兄弟 在外面等你 在找你 and then we know what he tells 你们还记得耶稣的反应 耶稣说什么 who is my mother who is my brother 他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and he points at his disciples 然后他指向他的这件门徒 behold your mother and y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他说你看凡遵行天父旨意的 就是 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 those who do the will of the father is my mother is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那些行天父旨意的 是我的母亲 是我的弟兄 so he calls mary at this time woman so he calls mary at this time woman so he calls mary at this time woman and he says this to her 然后他后面加了一句话 what have i to do with you 他说我和你有什么相干 用线材的话就说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it could have been like the problem is not really mary is they don't have wine 你看他没有说 这个没有酒 这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 他不是说这个事情是重要的 他说你和我有什么关系 he didn't say okay okay although their problem with me is 我关谁 本来正常的逻辑是应该说 他们有没有酒关我什么事啊 对不对 应该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有没有酒这件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but he gets personal 他只叫马利亚 他说你 你个人 你这个人 你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与我有什么相干 我和你有什么关系 oh but she's she's mother 但是我们想 耶稣不是他儿子吗 Mary 不是你母亲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what do you mean like no is there no relationship here 你们中间不是有这个血肉之间的关系吗 you're like talking to your mother 你跟你妈妈说 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what do you mean 有什么关系 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it's very very strange 是很奇怪对不对 do you understand it's very very weird and she's like huh oh i know you right i know you right Mary Mary 他就觉得很欺压 你不是我儿子吗 什么我跟你有什么关系 didn I feed you and make you bro 我不是照顾你长大的吗 oh didn't I you know raise you you know right provide for you 我不是一直扶要你长大到如今吗 什么叫我与你有什么关系 right Jesus says he doesn't connect a person with them kind of jab 但是耶稣跟我们他所指的这个关系 不是这个属地上的 oh 你是我母亲 我是你儿子 是这样你的关系 if this person does not do the will of the father this person has nothing to do with it 所以就联系到刚刚我们所讲的 耶稣说 凡行天父旨意的才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 联系在一起 就是说他 只有遵守天父旨意的人 那才是跟他真正有关系的人 so he tells her woman first 所以他却说 夫人 okay what do I have to do with you 我和你有没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and you have to understand am I are we like that with Jesus 我们要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与神 与耶稣 有没有这个关系 yeah we go to church 我们去教会 um is that enough to have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你去教会是不是代表了你跟耶稣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yeah you pray to Jesus 你甚至可以向耶稣祷告 oh help me this 你帮助我这件事情 oh do this for me 为我做这个事情 please answer me 求你应允我这个祷告 but we might not be doing the father's will 但是我们可能不定没有在遵行天父的旨意 and do that to god he's like yeah i know you who you are you know you're you're my mother but to me you're not doing god's will you know he says this my hour is not coming 他回答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my hour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what do you mean he has a time 这个时候指的是什么 什么时候 he must have some schedule 就是说明他有个计划 是不是 他有一个时间表 我的时间没到 do you understand he has this time schedule 还有一个他的时间表 given by who 这个时间表是谁给出来的 谁定的 the father god 天父是不是 he said he only does what the father showed him to do 耶稣说他只做天父给他看的 他要求他做的事情 he only speaks what the father wants him to speak 他只说天父想让他说的话 he only does what god tells him to do the father's will 他只行天父让他做的事情 完美地去遵守天父的旨意 那 we need to get to know the father 所以我们也要去认识这个天父 and know our calling 认识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呼召 our calling in our life 我们身边的呼召是什么 and daily how we must do it what we must do 每一天我们该做什么 该怎么去做 then we are really doing the father's will 然后你才真的是行天父的旨意 but you don't know god personally 但是首先我们跟神没有相干 没有什么关系 don't hear his voice 听不到神的声音 then how can we say oh i know jesus 那你怎么可以这样说 我认识耶稣 you might know jesus like as an historical character 你可能认识他只是认识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之前曾经来到过世上 or like oh yeah he's god okay 或者你知道他是神 原在天边 but you have no connection 但是你跟他之间没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联系 he doesn't think you're following him 他也并不认为你在跟随他 so you need to be a disciple 所以你要做耶稣的门徒 the disciples of jesus are jesus these are my brothers these are my mother 耶稣指着他的门徒说 这些人是我的母亲 是我的弟兄 you understand to these people he reveals secrets 对他的门徒 他将很多神的奥秘 写明给他 what is the disciple 门徒是做什么 they gave up their dream 他们放弃了自己所有的梦想 they gave up their things 他们放弃了他们的传 他们的生计 to follow jesus christ 去跟随耶稣 to do the father's will 去行天父的旨意 to these he had a personal connection 对于这些人 他跟他 耶稣跟他们是有个非常亲密 个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同住同行 see jesus is not trying to be mean he's not mean 所以耶稣这里不是说 他想要说一些很刻薄的话 或者是想要伤害 伤害他的母亲 he doesn't make 他不跟你转圈圈 讲了你糊里糊的听不明白 so when he says woman to him you're really just a woman when you're not doing the will of god 所以 那他说妇人 那对他来说 他这就是个妇人 we don't want to be like that 我们不希望是这样的关系 we want to be close to jesus 我们希望跟耶稣很亲近的关系 and that's jesus actually wants that 这也是他所渴望的 later on mary start to follow jesus 后面圣经我们看读到 马利亚后来开始跟随耶稣 她成为耶稣的门徒 and jesus calls hey behold your mother 所以在十字架上 耶稣就对那个约翰 对他说 看这是你的母亲 because mary is risking her own life to be at the precifixion of jesus christ 因为马利亚的时候 冒着自己身边的危险 在那个十字架的旁边 看见是被定的 that's her son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儿子 they could say oh that's the mother of jesus crucify her too she's a very we don't want mary 非常的危险 因为定的是他的儿子 所以他们也可以把他一起抓起来一起定的 she's part of him go catch him too at the time all the disciples ran away from him 那个时候其他所有的门徒都跑了 but she's there 但是马利亚在那个地方 you understand and she's continually at the jesus's tomb continually with the disciples 而且后面耶稣复活的时候 马利亚也在那里 后来在那个 那个楼上被圣灵教官的时候 马利亚也在那里 in the days of ex she receives the holy spirit baptism with all the 120 people 和那个120个门徒 一起领受了圣灵的第一次教官 at the time they're gathering to pray and to seek the baptism of holy spender she's there 那个时候他们在十字寻家记得 他们一起聚在祷告 寻求圣灵 马利亚也在里面 so we have to see and understand you can change your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你跟神的关系是可以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 是可以被改变的 ok it's not all i don't know i guess i'm going to give up no it's not like that no you dependent how you change your attitude to god 所以你要说 oh 我现在不认识神 我跟神很远 我就放弃了 取决于你怎么样改变你的态度 Your relationship also changes 你跟神的关系就开始改变了 See God is our creator 神是我们的创造者 Bible says he is our king 神经常说他是我们的王 and he is our lord 他是我们的主 If he is your king and your lord you need to follow and obey him 如果他是你的主 是你的王 你就要去顺服他 跟随他 Right that should be a right order 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次序 If he created you 如果他造了你 then you should love him 那你就要去爱他 Thank you for making me 谢谢你造我 giving me life 谢谢你给我生命 What could I do for you 我能为你做什么 You know That should be the right attitude 这是一个很正常的正确的态度 Toward the maker who made you 对于一个造我们的神来说 Right If you made a robot Right let's say 如果你造了一个机器人 Okay And then he goes like Who are you Let me go live my own life The机器人对你说 你是什么 你算什么 然后就跑了自己去 自己去过自己的生活 And he does his own thing 然后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And you'd be upset You would feel like Hey I made that thing to do certain thing for me And then he'd run away This机器人 我造了是要来做事情的 怎么自己跑 He's trying to have his own life You know go away from me He doesn't want to listen to me at all What kind of机器 is that This机器人就做了很失败 It means it's broken It's broken right I have to reprogram it We'll重新地去编程一下 Yeah Do you understand God made us 子供递 Le Extreme Servants of God He made us Kings and priests 하면能做王 做祭司 Then he is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He is the king of kings and lord Then we ask vy Demay the power 所以我们在他的这个权品之下 我们就很自然地要顺服他 孩子要顺服父母 学生要顺服老师 我们要顺服政府 我们也要顺服神 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秩序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生活中 这个秩序都被打乱 所以他说妇人 我和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生活还没有到 他就是说是对或是对 你觉得听完这句话 耶稣的回答是是做还是不做 不做是吧 听上去的答案应该是拒绝 或者可能我没有帮助你 因为我没有那么知道你 可能听上去是我不愿意做 我不想做 因为我时候没到 或者我与你没什么太大相干 反正就是不愿意的意思 对吗 但是玛丽亚的态度也很奇怪 但是玛丽亚的态度也很奇怪 玛丽亚完全没有放弃 她这个地方似乎是被耶稣直接拒绝了 但是她却有信心 但是她却有信心 可能她可能希望耶稣会这样做 她可能是期盼 她可能会做一些事情 可能她可能会做一些事情 可能她有很长时间 或者她跟耶稣已经认识了很长的时间 她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知道这个耶稣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她知道这个耶稣是个很特别的孩子 她可能有问题 可能她以前有什么问题 不知道怎么做 耶稣给她一些智慧让她去做成了 所以她有一定的信心 所以她对耶稣是有这个信心的 那耶稣是个很好的 她说耶稣这个小孩是很好的 And Jesus will help me 他会帮助我的 Do you have that kind of faith? 你对谁有没有这样的信心? Do you believe that Jesus is good? 你相不相信神是好的神? When you believe that he is good And he will help you 你相信这两点神是好的 神是愿意帮助你的 Then maybe you'll see the miracle 那你就会看到神迹的 Do you understand? Yeah maybe I'm a bad person 我可能是个不好的人 Yeah maybe I'm like a woman to God Yeah maybe I don't have a relationship I don't follow God at all 我可能是没有跟好好的跟随神 我跟神的关系是不够亲密 But 但是 Jesus even will respond to them 但是我知道耶稣 即使我是这样子 耶稣依旧会帮助 When they continue have faith in Jesus 当他们继续对他有信心的时候 Jesus has so much compassion 耶稣是个非常怜悯的神 He will help He will help you too 他也会帮助你们 That Mary just because Jesus' mother Jesus don't care about that 不是说玛利亚是因为她是她妈 所以就有特权 耶稣不在乎的心 She's just a woman He doesn't follow God's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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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the same thing 我们可能也是这样 We all the same thing But Jesus will have compassion 但是耶稣却是怜悯他 Okay Even though we don't please Him totally 我们可能不见得完全地去取悦神 做得不是很好 He still loves us He still loves us He still cares He still cares Oh they like wine He still cares Oh they buy wine He still cares But it does a miracle for them 无论祂可以教你做什么,你都去做。 不管祂跟你说什么,你都去做。 不管祂跟你说什么,你就去做。 别问他。 不要去问,不要问问题。 然后耶稣跟他们说什么? 耶稣跟他们说什么? 哦,把水桶全部装满水。 就是把这些水桶,全部水缸,全部装满水。 什么意思,把水桶全部装满水? 我们需要喝酒,我们需要喝酒。 正常的逻辑就是,装什么水啊?我们现在要酒啊,你把水都装满了,哪地方可以装酒呢? 给他们水吗? 那就下面就开始给他们喝水了吗? 你什么要做呢? 你装那么多水干什么呢? 我就把这个位置都占满了吗? 加点色素吗? 加点色素嘛,然后就变成酒味。 你什么要做呢? 他说你要这样做什么? 你现在要做啤酒吗? 放一些葡萄在那里,然后把它装满? 我们没有时间。 难道是你要重新拿点不换过来压榨酒吗?也来不及啊。 明白吗? 所以耶稣向他们做的事情不符合逻辑。 当你跟着神,然后神告诉你某些东西。 那你跟随神的时候,神在你做一些事情。 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什么问题都不要问。 当耶稣和耶稣与基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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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面人。 对�反认 elimination。 帮了离民的东西太有种截令。 我们都是他atura体称的,是不是同时的 cycling 갖고文提ятьrä humau mats near... 所以相信神,他们就把这个水装满了。 而且他们第七节说,他们把这个水一直倒满到缸口,装得满满的。 我们说的不是那种水桶,是那种水缸,很大的水缸。 6个水缸,把整个6个水缸全部装满水,这不是个很容易的事情。 他们仆人把自己本分里的事情全部做好,做得满满的。 他们按照神的话做到极致了。 我们也要做一个开始了,就要把他自己做完的人。 你明白吗? 不要只是说,可能没有什么事,让我们回家。 他们可能会这样做。 他们可能挂到一半,什么东西。 还是水啊,你看刚刚挂的还是水啊,就不掉了。 我们不确实知道,有6个水缸。 我们不确定6口缸要把这个水全装满,要花多少时间。 有一定的时间,有一定的努力。 但是要花蛮多的力气把这些水全部花满。 他们没有放弃。 他们没有放弃。 在天上,在启示的奖号,有一个类似的东西。 有一个金香炉。 这个金香炉里面装满的是圣徒的祷告。 金香炉里面装满的是圣徒的祷告。 我们的祷告啊,就像这个... 这个燃烧的叫什么? 烟。 香。 香。 香,香。 它就变成了香。 我们不明白,但是它变成了。 所以我们的祷告是像香一样,到天上。 然后就被储存在了这样一个金香炉里面。 当这个金香炉装满了以后呢, 神就会命令这个天使把这个金香炉都倒下去。 当它倒下来的时候,你的这个祷告的答案,你的应许,就是神迹启示就会发生。 所有的东西,你所需要的东西,都在预备中。 但是有的时候,你需要花一段的时间去祷告填满这个项目。 所以神说,你们要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求。 然后你就会得到应许。 不断地敲门,门就向你打开。 它会来的。 它会来的。 你所要的,你所寻求的,会来。 你需要继续相信。 但是你要不断地去相信。 继续敲门。 不断地敲门。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这样的。 甚至连这个世界上的不信主的人都知道这样的道。 我们知道人们说,我可以做的。 我们可以做的。 我们会发现这个世上的人,那些相信我可以做的人。 他们有更有可能的可能性。 他们就更有可能成功。 那些人说,我可以做的。 你那些说,老是觉得自己不行的人。 那些很负面的那些人。 就比较不容易。 那些人说,那些人说不可能的那些人, 有没有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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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总是说,不可能的人, 对他们来说成功的可能性就是不可能。 0! 你明白吗? 这是0。 那些人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因为他的思想当中已经放弃了这个想法。 已经结束了。 但是那些想法说,我能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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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 他们就会不断地坚持做下去。 他们就能够做成。 所以, 多么更多。 你想,这个世上的人不信神, 他们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得到。 那么更何况我们有神的帮助。 我需要这个东西。 神求你帮助我。 这件事情我很需要神的帮助。 神求你帮助我。 如果这是符合神心意的, 他就会给你。 如果这是符合神心意的, 祂就会给你。 如果这是符合神心意的, 祂就会给你。 如果这是中心意的, 祂就会告诉你。 如果你祷告了半天, 这不是神的心意。 神也会在你祷告的时候告诉你。 这不是祂的心意。 不要再求了。 但没有,那是答案。 你知道神说不也是一个回应。 不是每次神说是才是回应的。 对。 你明白吗? 例如说, 摩西继续问我, 让我看看最初的帮助。 比如说摩西那时候就跟神求, 祂很想进到加南美帝, 很想进到那个圆许的地方去。 祂就一直跟神求,一直跟神求。 神说不行。 不。 如果你想看它, 走到山上, 你会看到它。 所以神说, 实在不行, 我就带你去山上看一眼。 你只能看一眼, 但是你绝对不能进去。 神就算了。 所以神是非常的有怜悯。 祂也同行祂。 你可以看到它。 好,好,好,你不要再讲了。 我带你去看一点。 好吧。 不过近一点, 但是你不能进去,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给他们预备。 你明白吗? 所以, 神说, 神给你一个不明确的答案。 所以神给你一个很确定的答案。 祂没有说不。 祂没说不。 你继续问。 继续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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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神可以说, 别求了,我不给你。 不是。 但, 可能有可能有可能。 真的有可能。 继续问。 所以如果神是这样说的, 那你就不要求了。 但是如果神没有这样说, 你就可以继续问。 如果神没有说到你的梦里, 你会继续问。 你会继续问。 好吗? 不, 你看吧。 那, 你会继续问。 那, 你会知道。 第六节说 这六口石膏板在那里是按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 所以这个石膏是要做什么的? 是用来洁净的 是洗你的身体 把你的外在弄干净的 但是这个水只能干净你的外面 耶稣把这个水变成了什么?变成了酒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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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说这就是我的血 当耶稣拿起那个酒的时候 他说这是我的血 drink it and remember the meat 你们喝的水要几年 记得吗? 知道吗? 第一个神经是 是把水变成了酒 所以耶稣做的第一个神经是什么? 就是把水变成了酒 因为这个水只能干净你的外面 当我们做受洗的时候 我们进水洗 它只能干净你外面 或你的罪 它代表的是洗净了你身上的罪 但是耶稣把这个水变成了酒 变成了自己的血 但是耶稣把这个水变成了酒 变成了自己的血 然后你们要喝这个血要干什么? 他给了人们喝这个血 然后你们要喝这个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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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喝了耶稣的血代表了什么? 当你喝了耶稣的血代表了什么? 你从里面得洁净 你的思想 你的灵 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了 更加上 耶稣的血是他的生命 我们都知道他的生命 他说我给你我的生命 所以你能和我永远一起 你就可以有我的生命 和我永远在一起 你明白吗? 血是他的生命 他说你自己洗脱 尝尝尝尝尝 这事是古事 古事 所以他说你们试着用外面的水去洁净自己 洗啊洗啊洗干净 努力的不去犯罪 这都是救命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 因为当你犯罪的时候 不是你外面行为的问题 是你里面心的问题 当我们撒谎的时候 不是你嘴巴出的问题 是你心的问题 是你想要隐藏什么东西 是你里面这个不诚实的心在里面 而神要来纠正这个里面 不是说拿水洗洗你的嘴巴 不是说拿水洗洗你的嘴巴 你的嘴巴跟撒谎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因为这是从你里面出来的 因为这是从你的里面出来的 因为它是从你的思想 从你的那个想法里面出来的 所以他要真正的解决你的问题 除非我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除非我的生命进到你的里面 你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不然你永远都不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耶稣说的一个例子 没有人会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 因为他们会把旧皮袋裂掉 新的酒要放在新的皮袋里 这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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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完全把自己摆上献给神的生命 一个完全把自己摆上献给神的生命 OK Those who decided I no longer going to live my old life 我不再要去过我自己以前原来那个生活 But today I'm now God's person 我现在是属神的人 I want to follow him 我要跟随神 to this person 对这样的人 God gives him the new wine 所以给了他一个新的酒 This new wine also represents the holy spirit 这个新酒同样还代表了圣灵 Because it's a better wine 因为这是一个更好的酒 What is wine? 酒是什么? When you drink wine What do you feel? 你喝酒的时候感觉什么?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暈? 醉醺醺 How do you feel? You drink wine? You drink wine? You drink wine? All right? 你有喝过酒吗? 喝酒过了吗? 有没有喝醉过? You feel what? 你会觉得什么? Happy 你会觉得很开心 Happy right? Yeah It's joyful It's like a joyful experience 喝酒喝掉了很多 And Jesus is trying to give that to you 而神将这个新酒赐给我们 祂要将他的喜乐赐给我们 I give my life to you 我将我的生命给你 Not only my life do I give you 不仅仅是我能给你的生命 I want to give you the joy that you don't have 要给你你原来本来没有的这个喜乐 This joy in you will be spring up in you 这个喜乐会在你里面冒泡 会很涌出来 You know you're always like Oh 压力 受伤 我们脑子里总是很多的压力 很多的受伤 都是外面的问题 But When you drink the wine of Jesus Christ 让你喝神给你的新酒 He will give you joy 你的里面 Bubbling up into new life 就会涌出来这样的一个喜乐的心 Your life won't be by yourself anymore 你的生命不再是你自己一个人走 It's not you anymore alone 也不是你一个人自己这样去做 God wants to join his life to you And keep to you Say you are mine and I'm yours We belong to Jesus We belong to God And that life becomes new life to you And he's giving that to you A better wine 所以他要给我们这个更好的酒 The worldly wine You dr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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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gives you a lot more pain 世上的酒 你喝喝喝喝喝多了 还是很多痛苦 Your brain gets damaged 然后你的大脑还会受伤 You wake up You're still sad 你从喝醉的那个里面醒过来以后 还是很难过 問題还在那里 But not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但是耶稣的血 却做不一样的功效 Not the life of Jesus Christ 而是耶稣的生命也带来不同的功效 God solves your problem 神会解决你的问题 Takes away the problem of your heart 从你的心里也拿走这个问题 And makes you joyful 让你可以有真正习的 Peace Peace with God 与神的平安 So Bible says Don't be drunk with wine 所以圣经上也说 你们不要醉酒 But rather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Do you understand? When you get filled To the Holy Spirit Up to the brim Fill it up to the brim 当你的圣灵充满到这个缸口 也受到这个 Filled it to the brim 把你这个石缸到顶了 What do you mean? How to do this? Praying the Spirit of God Praying the Spirit of God 你可以怎么去做 你可以在圣灵里祷告 And what will happen When they get filled to the brim 到你的圣灵充满到你 充满到这个口上面 Ununderstandable peace and joy 就会有什么 出人意外 出人意料的这个平安 会 I experience it so many times And I know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这样 Of course people experience it too Right 我知道很多人也经历过这个 Oh there's such a problem Oh this problem is a person Or something 不管这个问题是这个人 是个问题 还是个事情 Okay anything I just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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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el myself with the Lord 我就不断地祷告祷告 然后要神来充满我 One hour I'm not sure 一个小时以后感觉 没什么太大的电话 About two hours is around the billing point 到了两个小时的时候感觉 好像快充满了 Well all of a sudden I'm supposed to be mad at this person But I'm not mad anymore 然后两个小时以后 突然之间就觉得 我本来很生气的事情 我突然不生气了 This person hasn't said anything to me 这个人是因为 没有道歉 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But weird Oh I'm not angry with this person 但是我突然就里面一点都不生气了 That kind of joy You guys ever experience it? 这种经历 是有变化 因为在祷告中间 有没有经历过 有是不是啊 I pray for a certain problem P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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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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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feel peace Seemingly the problem is still there 可能外面上海这个问题 还在哪儿没动 But somehow I have the confidence God taking care of this I've took care of this already But I'm not a peace 神会照顾这件事情 God showed me dream God showed me signs in the heaven And I kind of say Oh God is obviously here And I'll show you something A few days later No problem Nothing can happen Oh my business supposed to close It's not It's still running Oh the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close me down But they're not talking to me Anymore Oh the jail door gets opened up People Peter just walk out Paul just walks out of the door 彼得和保罗 他们在监狱里面关的时候 Eh 导告导告 Eh 门都自己开开来的 Do you understand? This happens in real life Real time You just need to obey God We just need to obey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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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d tell you do something Just do it 所以神说 你去做什么 你就去做什么 I don't understand when I pray in His spirit It's language I don't know Ok But something is You just trust God is doing something And you just have to trust Him Ok 但是我就相信 神给了我这样的恩赐 我就这样去做 就这样去用 就有一些事情在我 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了 And then you see the miracle 然后隔到一段时间 你祷告了以后 你看到这个事实的发生 And then you see the thing happen 当这个水到这个缸口的时候 Eh 你看到 Oh 它开始发生了 That's how I told you right Somebody who lack total wisdom Right Pray for wisdom And I see that person two years later She really changed totally Ok 所以上个礼拜也跟你们讲说 一个没有智慧的人 祷告了很长时间以后 也可以得到智慧 You know it's not that God is not doing anything 所以不是说你感觉好像 神好像什么事都没做 We're not filling it to the brim 而是可能我们那个 那个石缸啊 还没有装满水 We're not filling it 还没有装到碗 That's all we need to do Fill to the brim Just take care of yourself 我就说我们就是需要 把这个石缸 我们把水装满了 接下来练久的事情 Yeah God is willing to help you 神是愿意来帮助我们 But he says do this 所以他就说你做这个事情 It's our responsibility to do this part 所以这个灌水的这个工作 这是我们人的工作 我们要去做好 Bible says anybody worried Anybody worried Anybody made problems 所以圣经上讲说什么 你们中间谁 忧虑的 担心的 What does the Bible tell you to do 你说圣经上是怎么叫我们 叫我们怎么去做的 Seek God and live Seek God and receive life Seek God and live I just I almost It's okay 尋求神 然后你就可以存活 Bible says PRAY Anybody worried PRAY The person shall pray What is prayer going to do Just comfort you Only comfort you Just give you peace Why would you pray I don't need the problem to be solved 你们中间那些痛苦的有忧虑的 然后你们该祷告 那祷告有什么用 祷告能安慰我吗 祷告只给你安慰吗 祷告只给你安慰吗 Just give you peace 祷告只是为了让你感觉好一点吗 If you want to get peace I mean you can go to the Buddhist temple I'll just be like that Maybe I'm in peace 你要只是想要 只是想要 心里平安 那么 等会 那么跟你去那个 佛教里面那边去冥想冥想 有什么差别呢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是谁要实质性的解决我们的问题 You need wine We need wine They need wine 要酒就是要酒 They don't need peace right now 他们那时候 不要平安 They need the wine 就是要酒出现在现场 What do you need to do? 你现在要做什么? Pray Make God move with your faith 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信心 基督马利安 用我们的信心 让神的手 Oh but I'm a sinner Oh I don't I don't have that relationship with Jesus 如果你觉得 但是我跟神很遥远啊 我是个罪人啊 我不知道怎么祷告啊 Mary didn't need that Maria这个时候跟神的关系也没有那么亲密 But what does she have? 但她有什么? She has faith in God 但她对神有很大的信心 And when God saw the faith You just did it 所以当耶稣看到她的信心以后 耶稣就做了 Because God is that good 因为神是非常好的神 神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好 他知道我们很软弱 他知道我们很软弱 But he knows As long as you don't give up You continue to stay 现在他知道 只要我们不放弃 我们里面没有放弃 他就会不断的帮助我们去占你的人 And he said Draw it now And bear it to the government unt to the peace 然后他就说 你把这个水啊 舀出来 给那个管夜洗的人去喝 And he says Now the ruler of the peace Tastes the water That was made wine 管夜洗的 尝了那水便的酒 英文中间是说 管夜洗尝了那个水 然后有个定语重句 那个水 后来变成了酒 That is made into wine 所以他尝的是什么 尝的是水 What do you taste is water 他尝的是水 但那个水变成了酒 But it had changed into wine 他变成了酒 OK Do you understand You're talking about supernatural miracle 这是一个很超自然的一个神迹 No God can do what he can do yesterday Today forever 他在昨日 能把水变成酒 他今日也能够行同样的神迹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And then he says this You know Verse 10 Every man at the beginning The set for a good wine And when man hath well drunk Then that which is worse But you have kept the good wine until now The世界说 人都是先摆上好酒 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酒 你都要把好酒留到如今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go in here In the past God gave him law God gave people law Don't do this Don't touch that Don't eat this Things like this 在过去的时候 在旧约里面 神给了以色列人很多的律法 这个不能做 那个不能做 做这个做那个 不吃这个 不碰那个 Don't touch dead animals 死的动物不能碰 If you see mo Burn the house down Do something Don't And if you see mo Burn the house down Don't And if you see mo Burn the house down Do something Don't And one thing that he says Because You are a holy people And he said And he gave them Because I set you To be holy people For me You are no longer That old person anymore 他对那个以色列人说 我要将你们分别出来 做一个圣洁的活动 我们来归向于我 I'm calling you out From Egypt And giving you this new law I'm giving you this new law Not because I want to Toke you No But I want you to be A holy person Because you are my special people 因为你们是我很特别的子民 That I set apart from the world 是我将你们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 专门归给我的 And I give you this special law So I give you this special law Just to you 这样的一个律法 是专门给以色列人 Not because I hate you Because I want to love you And have you as a special relationship to you 我是因为我恨你 而是因为我希望把你们分别出来 可以和你们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 Because God is holy 因为神是圣洁 And there is nothing unrighteous in him 在他里面是没有不义的 And he wanted us to look just like Jesus Christ 所以他希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都能够像耶稣那样 There is a pastor that I know That he had a 医象 有一个牧师我知道 他有一个异象 He said when he was praying All of a sudden Jesus appeared He said when he was praying He said when he was praying Jesus appeared And next to him was a bride And he said both of them looked at him And then he saw them They looked exactly the same And then he saw them They looked exactly the same They looked exactly the same And then he saw them They looked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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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希望他们也是有一个纯洁的心 爱就像耶稣一样 很久忍耐就像耶稣一样 你们记得那些九个事吗? 还记得那个爱是什么吗? 什么是吗? 记得吗? 很久忍耐 我的眼睛 记得不记得自夸 对 不记得自夸 不做害羞的事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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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吗? 不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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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计算人的 因为你懂 Hmph 不计算人的事 弄以้ bullying 丢点上 不计辑 不计算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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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事 保障 不保随 可以青岑 必保证 不计算人 保障 不计算人的事 不计算 不信任何事 aside 其实没有任何事 所以在右手的时候 哦,不能求我自己的衣处 不能求我自己的衣处 当你想到你的眼睛 哦,我应该有 坦白眼睛 坦白眼睛 对吗? 坦白眼睛 坦白眼睛 全部都要记得 我应该不想拒绝了 我应该不想拒绝了 我不想拒绝了 你知道,是邪恨 不应该总是说自夸的话 所以神是想要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 所以神想要让我们做一个圣洁的人 然后这个人说 哦,通常他们拿出最好的酒 然后他们拿出最好的酒 所以这个网业写的说 人一般都是把好酒先摆上来 喝饱了才放次的酒 哦,你们都把好酒到现在才上来 但是你们把好酒到现在才上来 神先给了我们律房 也是一个好酒 也是一个好的 但是人们不可以完全摆上 但是那个时候人没有办法去 真的去做成 所以神将更好的酒给了我们 这是耶稣的血 这是我的生命 我给你圣灵也给你 我给你血 给你耶稣的血 给你圣灵 给你圣灵 所有 祂自己全 祂把自己给你 所以那些凡信耶稣的人 他们就有圣灵在里面 然后就可以真的与神同行 以前是你和律法在一起 哦,我应该做的,对吗? 律法说不能做这个 就想说我不能做这个 但是我还在想做 但是现在你是与神一起走 哦,神神,我真的想做这个 但是 你可以 你就跟圣灵说 圣灵,我想做这个事情 神神,拜托这种想法 求主,你挪走我这样的一个欲望 然后里面的圣灵就帮你把这个欲望拿走了 哦,我突然不想做这个事 然后你就突然觉得 我一点都不想做这个事 然后你继续可以做 和神心意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生活方式 以前是我想的办法 我自己不要去做 我不能去做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你是倚靠圣灵 你说哎呀,这个圣灵 我里面很生气 我里面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其实很多都是让我瞅起的魔鬼 然后你就靠着圣灵去抵挡这些想法 然后你就可以完全被改变 对,明白吗? 所以神给我们一个重生的新的灵 一个重生的一个生命 现在我们继续读到那里 犹太人的约解这句 耶稣就向耶路加莫取 看见天里有满牛羊鸽子 并用对外人前的人坐在大餐 耶稣就拿神志坐成鞭子 把牛羊都赶出店去 到处兑换银钱自能的银钱 为何他们的作者 又对卖鸽子说 把这些东西拿去 不要将我付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 读到什么十九件吗? 这是十九 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去的说 我为你的店心力焦急如同火烧 因此犹太人问他说 你做这些事还写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耶稣回答说 你们拆毁这边 我三人也要再见一起来 我们现在讲到耶稣去接近圣殿 现在我们知道圣殿在哪里 对不对? 我们的圣殿就是圣殿 当耶稣进到圣殿以后 他看到了什么? 他们在里面卖东西 买卖东西 但他们卖东西 他们卖的是什么? 卖的是鸽子牛羊 这些东西为什么会在圣殿里面卖? 是是是 要献祭有 因为他们买了以后就去献祭 因为他们买了以后就去献祭 但耶稣很生气 他把这些桌子全部打翻了 他把这些桌子全部打翻了 因为神的店不是用来满足人对世俗 对这种世界的金钱的欲望 这些人的目标是要赚钱的 那些卖牛羊的那些人在店里面 他们的目标是要赚更多钱 我买这鸽子 我买这 我买这 他们就会招乱生意 让大家都拿买自己的东西 这就变成了一个生意场 现在神的店在哪里? 神的店在哪里? 你 你 是你的思想充满了什么? 是充满了祷告吗? 是祷告的店吗? 在另外一个地方讲同样的故事的时候 耶稣还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我父的店要称为万民祷告的店 对吗? am I right? 那 where is the祷告的店? 那现在是祷告的店在什么地方? 不,你必须要充满了神的精神的精神 但是你要被神的灵愁 让你的身体成为一个祷告的店 Amen? 对吗? 对吗? 你的身体就是祷告的店是吗? 这个是神的祷告的 然后耶稣就在他们怀疑 因为他们想到钱 因为他们想到钱 所以耶稣进去看到很生气 但是你们在这里面就是想要赚钱的 没有人意识到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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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所有的宗教人们都觉得 哦,在卖东西的东西 对,他们要贡献 所以就没事 那些法律人觉得很正常啊 你在这地方卖牛羊 因为他们买了可以去献祭嘛 这不是说没有了 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当耶稣看到的时候 他们的心 看到了每个人的心 他看到他们的心 都是想要赚钱 他们的自己的利益 都是想要自己得益处 他们不是来到神的地 要来寻求神 Amen In our life we have to have our center goal different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也要设置不同的目标 We are all special people called by God 我们都是很特别的百姓 是被神单独呼召出来的 The reason you're here is not an accident 你在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偶然 一个巧合 God called you 是神呼召你来作为祂 to make you a house of prayer 要让你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店 so that God's spirit move with you 使神的灵可以在你里面运作 that you'll be just like Jesus Christ This perfect bride 在这个世上 如同像耶稣在这个世上一样 做神一个完美的幸福 Being the light and salt of the earth 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 Not being nobody 不是做一个普通人 But God calling you special people 神呼召我们是做很特别的人 Amen Amen So you must believe it and follow God so we must believe it and follow God and make your house a house of prayer Oh Lord God Help me to be with you today Continue to talk to God and continue to speak to God You从睁开眼睛开始 你就可以说 神你帮助我今天祷告 帮助我今天来寻求你 In everything Don't be a boss of your own life 但你做每一件事情上面 你都不要做自己的主 Let Jesus be the boss 让耶稣来做这个主 And how do you connect to Jesus through prayer You怎么跟耶稣联系呢 你就是凡事上都可以跟神祷告 Don't let Jesus just be a guest Oh yeah Jesus just come here Help me here 不要让耶稣做一个客人 在沙发那里去坐 Ah 耶稣你做了啦 然后有事儿 我找你帮他讲忙啊 No Jesus You're my master 那耶稣你是主 Okay What do you like to me to do 你希望我今天做什么 How 你希望我今天怎么做 Keep on asking You不断地求我 Holy Spirit will talk to you He'll speak to you 圣灵会对你说话 But are you ready to listen to him That's the question 问题是我们 有没有这个心想要去听 Are you willing to Let go of your Oh this is mine Or don't touch this You know this is mine You愿不愿意 鬆开你的手 这个是我的东西 你其他都可以叫我做 这个你不要碰我了 Jesus let go I'm not letting go 也就是说 鬆手 不鬆手 那就是我的 我的东西 Which one are you not trying to let go 你要想一想 我们身边到什么东西 我们是抓着不可以松手的 My hands are here 要说这是我的手 I don't seek my own 我不再寻求 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That's love right That's love 这就是对神的爱 这就是爱神 Right Don't seek your own things 爱神不求自己的益处 My hands are here Lord God That's why we lift up our hands 为什么我们要把手举起来祷告 I surrender 举起来祷告是要顺服 Because your hands could be doing anything that you want to do 因为你的手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你把手举起来说 我向你降伏 This is yours 这是你的手 I surrender myself to you 我降伏在你的面前 OK That's why we lift up our hands 所以我们举起手来祷告 I have so much things to do But time of prayer I lift up my hands 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我手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但是祷告的时候 我手举起来神这是我的手 To praise you And to give my hands to you 我要把我的手给你 我要来赞美你 And I want to receive from you What you want me to do 我也想要领受你给我的信息 你要我做什么 Amen Amen So let your hands be the hands of Jesus And 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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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nds be the hands of Jesus Let's pray unto God Let's pray unto God Dear heavenly Father God Thank you, Father God, for your word Dear heavenly Father God, thank you, Father God, for your word Dear heavenly Father God, thank you, Father God, for your word Forgive us, Lord We've been our own masters in our own life 主要求你了恕我们 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身边当中 都是做我们自己的主 We were seeking our own 我们寻求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意愿 But we now know that's not love at all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不是爱你的行为 That was selfish 这是自私的行为 Forgive us, Lord God 求求你了恕我们 Now help us to really become A house of prayer 帮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祷告的店 Always praying, seeking your faith 然后我们总是可以不断地祷告 不断地寻求你 And that we may feel it to the brim 让我们里面的圣灵也能够到这个口上 That your hand may be stretched forth And do the miracles that you do 所以你的手也可以伸出来 能够行出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 We also want to experience you 我们也想要来经历你 And to know you 想要来认识你 Not as a woman 不仅仅只是一个像一个路人 像一个普通的妇人 But your true disciples 而是能够做一个真正跟随你的门徒 Your true brothers and sisters 你的真的兄弟姐妹 That truly love you 是真的爱你的 We want that special relationship 我们想要跟你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关系 We just don't want to be a Sunday church goer 我们不想只是一个星期天来趟教会的基督 Just a religious Pharisee 只是一个宗教的一个法利塞人 But we want to be true true sheep of God 我们想要做神真正的养 That follow you where we go You到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Help us to trust you 帮助我们信靠你 Help us to have a greater faith 帮助我们有个更大的信心 And an experience with you Daily Being filled with your new wine Being filled with joy and peace That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Help us to overcome all things through you And help us to do your will Not my will but let your will be done But we give ourselves to you Dasめ叫我们自己了 And we trust you That you're going to protect us And bless us 略行 Alpha Like saying啊 DAVID S Fill us with your spirit, Lord. 用你的聖灵来充满我们。 We thank you, Father. In Jesus' name we pray. We are yours forever and ever.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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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